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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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春有 大家给我走出发 你们三个干的这么快 你们跟我发展 你一个人全给吃了 别怪钱湿了 我就吃了个草莓 那也不行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 哇 哇 好厉害 你们都把书包留给他 然后你们都不帮忙 我拿这个 那么小啊 你看他 你看天天一个人 喝的我手已经猴了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主题 就叫责任 觉得我根本没有责任 责任是什么意思 我从来不敢告诉小朋友 专门 兵马未到粮草鲜行 这个责任很大 你喝可以啊 我跟卓哥说一声对不起 当时那个我一激动作 他太凶了 没关系 以后有事情都不要 往别人身上说 有责任都要 会分担或者承担 在别人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要帮助他 而且要先做好你的事情 才能去帮助别人 说得好 本节目由优亮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的美赞陈伯瑞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来到全国首档成长治愈观察类脱口秀 童颜有机第二季 本节目是由优亮DHA 让成长惊喜不断的美赞陈伯瑞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主持人萨维宁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主题 听上去就特别的沉重和宏打 这个主题就叫责任 责任感 从小如果孩子建立起来 在他这一生当中 一直会坚守着这样一种责任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是有责任感的孩子们吗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小小体验官上场 冠哥 你好你好你好 卓哥 哇好好好 又见面了啊 每次见面你们都这么的热情 弄得我有点手足无措 啊 来排好队站好 冠哥好久没见啊 来握握手握手 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 咳嗽咳嗽了啊 看来身体有样 哎呀好可怜 哎呦哼 跟上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感觉好像 蹬位又增加了吧 蹬位又增加了吧 我昨天晚上没吃饭就睡觉了 昨天晚上没吃饭就睡觉了 昨天晚上没吃饭就睡觉了 这件事情你可以记一辈子 今天我发现有新朋友在这里 卓哥龙哥天天我都见过 小庆是第一次来是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李庆裕 我今年七岁半 我身高一米二五 七岁半那你比他们都大 对 我照顾他们 好欢迎庆庆 谢谢请坐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词 这个词你们可能之前一再的听到过 叫做责任 你们谁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 看来这两位对于责任这个词还不是特别了解 我是了解 但是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责任 你说什么 我说我觉得根本没有责任感 那你觉得有责任感是好还是不好 有责任感好 有责任感好 那你为什么会没有责任感呢 我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就不会答应别人 那你很有责任感啊 因为如果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答应别人 那就是不负责任 我本身做不到 我就不答应你 这本身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负责任 那你就是有责任的孩子 明白了吗 现在就剩你了 你为什么没有举手呢 我不知道 责任是一个好的事情 有责任感 刚才你看卓哥说了 有责任感的小朋友是好的 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优秀的小朋友 责任是什么意思 看 他不知道责任是什么意思 那好 我再问你们 如果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做不好 我要追究谁的责任呢 追究责任就是 如果这件事该你做的 但是你没做好 我要惩罚你 或者批评你 这叫追究责任 承担责任 如果这期节目做不好 问题在叔叔这儿 怎么会追究你们的责任呢 所以你们有没有责任感 和一件事情没做好 要不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虽然都是责任 但是意义不一样 今天我们就想告诉你们 究竟在你们这个年龄 责任意味着什么 好 欢迎来到博瑞成长惊喜屋 我是一直在享受 孩子带给我惊喜的 新丑妈妈初丹 哈喽 这次在我们的博瑞成长惊喜屋 依然有我们几位好朋友 从孩子的家长开始 大家好 我是利隆的妈妈 我来自湖南长沙 大家好 我是黄天琪的妈妈 我来自大连 我是杰克特的妈妈 我来自香港 你经常让我们旁边的人接不下去 你知道吗 他每次都有一种想打我的眼神 你是默疼妈妈 我是默疼妈妈 好 好 然后身边是我们著名的 成长教育专家 蓝海老师 大家好 很高兴 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 问一下各位妈妈 你们有想过 让自己的孩子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希望他一直会善良 善良 对 希望他就是能够勇敢有担当 就是天天对我来讲 他的责任感是排在第一位 因为责任这个背后 你包括他诚实 勇敢 然后善良 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责任感是非常非常 尤其是对一个男孩子来讲 我觉得责任感很重要 我以前跟我老公就说他做个有用的人 就能够发挥自己能量 对社会需要你 我就觉得其实最好是他对他的人生有一个负责吧 天天姐完全把我答案说了 真的吗 对 跟我孩子也想的就是 我觉得用18年的时间 我让我女儿培养成一个独立的 她拥有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 对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说的其实都差不多内容是不是 其实提到责任的时候 每个父母都会觉得希望孩子成为有责任的人 但是这个责任不是长大了以后 他就突然有的 他是从小就开始 那么在具体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孩子学会扔垃圾 看见老人 他知道离让 其实这些也都是责任 那么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 我们更需要把责任具体化 让他们在生活当中 一点一点的去体会责任到底是什么 可靠 守约 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 会让孩子在更大的世界收获自信 本期成长体验观 化身组织者 首次挑战 人生第一次重大责任 他们的自我迷茫会如何化解 一场踏春里 看宝贝们的责任如何萌芽 把你们带到公园去了是吧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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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早 那么早干嘛了 应老师 我们今天要春游 春游 你尝试过吗 小时候交游游 那我们要不要两个先去 好 把他们留下在这里 好 走吧 来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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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看到你们几个 欢迎 欢迎 我们两个今天是来旅游的 对 我们是靠你们五个人来照顾我们两个 可以吗 可以 太好了 那我们选一个队长 我来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要抽签 当然 那我们先让新来的龙哥选一下好不好 看龙哥选到什么职位 来 不能偷看 这个吗 确定吗 好 好 小队长 我就知道就是小队长 这孩子们都是有热情想要做领导人 对 你要管理他们 他们如果有人太吵或者是乱跑 你就可以吹口哨把他们叫回来 帮助其他小朋友 好 吃饭委员 吃饭委员 我抽 在后面呢 安全委员 游戏委员 厉害 这个 我最喜欢当游戏委员了 卫生委员 这个很好就是把每一个他们的职位和他们的责任要做的事情列举出来 这是父母在家里面可以学的 当你知道他选中了小队长的时候 你觉得你最担心是什么 坚持 遇到困难会有点找不到解决困难的这个方法 我总是跟他讲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但是孩子对这句话的理解我觉得没有那么深刻 你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有担任过什么领导职位吗 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老大 对 他非常的不喜欢做那个 小弟 对 然后他年纪小嘛 很多人都比他高大概一个头 他就很不爽 然后一天跟我讲 妈咪 他说为什么每个人都比我大 他觉得既然不听他 你也没见过老大矮 魔童怎么样 他还好 他不是那种 只有他说 别人不能说 他很愿意接受人家的意见 但是他常常说人家的意见不好 但是他也会一起做这样 他不是爱出风口的 对 他不是那种 他比较像他爸爸 等一下你要去选你要带的东西 去选东西 怎么知道 他为什么要拿食物呢 阿龙龙 那个是个人外 一个小西瓜 好 队长 你是逛超市呢队长 他也要说小黄猫 所以小黄猫 所以小黄猫 这个是的 蛾文猫在哪儿啊 蛾文猫在哪儿啊 会不会被队长拿走啊 队长被虾拿东西啊 队长 你是不是来了我的蛾文猫 没有 你只需要拿红旗和口纱 你怎么来了这么多呀 我逃了 没有是吗 对啊 小黄猫不是在那儿吗 小黄猫在这里 小黄猫在这里 队长 队长 看一下你拿的东西 可以在哪儿啊 我帮他找了个红旗 然后他就是在想拿东西 拿了一个小鸡车 是我的 这个是他的 他需要拿的 对啊 这个蛾文猫是我的 所以你会看到其他的孩子 是根据自己的那个角色 拿的东西 对 比如说那个卓哥会拿 脚黄帽保护安全的 但是隆隆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拿的 没有进入角色 不是很了解小队长是干什么的 他没有概念 我没口罩 你的口罩在这里 队长 好 你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了 我找到了 是这个吗 这什么 手套 对 好重 小女孩很不重 小女孩很不重 装备有这么多吧 好重 卫生委员带的东西都很沉 苹果 好沉 我这后悔我抽中了一个吃饭委员 还有啥来着 啥玩意 带那个蛋糕怎么带 这个好艰难 蛋糕怎么带 我也觉得奇怪 我好后悔 这个吃饭委员 我 我不 我不会一直拿着蛋糕了吧 我真后悔我抽中了这个吃饭委员 不想带 把这些都拿出来先 那放哪一个先你觉得 沉的是不是应该放在那个 可以拉的轮子上面对吧 蛋糕先放 放完蛋糕然后放什么 放这个 那垫子呢 垫子用拿的吗 垫子推呗 你试试垫子成不成 不成 不成 好 我就后悔我抽中了一个吃饭委员 他一直在叨叨我就不该抽到这个 这个庆哥 咋拿你 咋拿你 他怎么现在的口音 天南海北 哪里都有 是吧 东北话也出来了 真的 老师已经弄好了 好 盖章 盖章 各位同学们 快点 这里头是空的 我要把我的东西放回去 队长我们能盖章了吗 队长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生五个 好可怕 不能一四十五个 队长 盖章 盖章了 作为你的证据 你今天就负责什么呢 吃饭 好的 你觉得这个卫生委员要负责什么 爷爷 要管理卫生 不要乱掉垃圾 不要乱掉垃圾 非常好 来盖章 因为你们都盖了手印了 这就承诺 你要做好这个职责 好吧 出发之前 要让所有小朋友戴上小黄帽 这个小黄帽是 是一圈吧 小朋友安全 他做得很好 小黄帽又安全 队长整队出发 排队 直的排的横的排 直的 直的 来直的 你的 大家给我走 出发 不是可以吗 不错 安全距离保持好 三米 我怎么不想带这个 就我觉得这个蛋糕有点勒手 那我来帮你拿 今天太棒了 我站最后面的 我是确保你们安全 要走到最后面 我看得清楚一些 好 谁说卓哥没有责任感 我觉得你很有责任感 卓哥 今天这个春游感觉跟我们平时 听到的春游不一样吧 是吧 你们以前春游过吗 春游过 一月五年春游过 我们春游都是不带吃的 不带纸巾 直接春游完 不吃东西回学校吃 那这样的春游有什么意思呢 春游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看来 就是吃 接下来让我觉得有点意思的是 我们的吃饭委员 冰马味道 粮草先行 这个责任很大 你喝可以啊 还有民饮食为天 除河日当午 汉迪河下吐 谁知在跳 不是 谁知在跳舞 你再给我背图一个关于粮食的 春冬一律树 秋收万科子 四海无间天 农民游死 我们换一个孩子 换一个不那么会被糖尸的孩子 一个孩子在背诵了所有 关于他所承担的这个工作的 重要性的证据之后 我记得他在片子里说的是 我好后悔 我好后悔抽到这个吃饭委员 我早知道 我就不抽到这个吃饭委员了 为什么当时觉得后悔了 因为东西太多了 东西太多 那这不是你说的吗 冰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过去古代打仗的时候 那粮草更不得了 你这才带了多大一点 你就带这一点 都不够龙哥半顿的 我是问这个吗 现在再给你一次选择 你还愿不愿意选吃饭委员 还当 也认为我有实力 我有实力当这个责任 一个是有实力 第二个是因为之前当过一次 有经验了 虽然辛苦 但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活动当中 给到孩子每一个具体的角色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特别重要 因为责任是一个太抽象的词 他们需要落到具体的事情上面 才能够让他们慢慢的知道 责任到底和自己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二呢 大家要注意到这种仪式感 比如说盖章 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很重要的 让他加深印象并不是随随便便的 而这个过程也是提醒父母 这事儿是一个严肃的事情 你们平时会不会用一些方式 特意去锻炼他的责任意识 我答应我儿子七岁的时候 甚至采买给他一只狗 我真的是七岁的那一年 带他去宠物店 我说你先帮那只狗捡那个狗死 你愿意捡呢 我才买 对 回家你不捡 那又不是我来捡对吧 当然现在有时候还是我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那个 一开始的那个责任 我一定要他想清楚 对吧 结果他去了两天都愿意捡 我们才买这样 其实养宠物是会让孩子 锻炼责任感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而且他会有一个意识 就是我要想把小动物养好 我要储备更多的知识 因为他去看很多 比如说我也养猫啊原来 那我就要去了解猫的习性是什么 他应该吃什么样的猫粮 他每天的运动的规律是什么 我要怎么去做 其实你会看到 孩子们就会有个感觉 我要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是需要学习的 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孩子说 妈妈想要把你带好 妈妈也在学习 完了 没说这个话 没说这段话呢 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提前你还知道 让他先去剪一下狗死 而且还是两天 让他好好体验一下 你有什么方法 把我们照顾好就可以了 他跟我外公出去的时候说 小心爹地 就是看好爹地 比如说他比较小的时候 如果他要带包包 你就得一直给我背着 你不要带了包包出去 就变成我在背你的包包 而且你带的玩具 都是你在包包里请你背着 如果不打算背 你就不要带这个玩具 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啊 要不然多累啊 好客厅 本钱到球下游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 手机数24678 你帮我拿一下这个 这么大个风筝 这么大个风筝 猜我拿着 你拿不上什么 好了吗 风筝太大了 所以要两个人来拿 队长 队长 我忘了 我忘了 忘了 忘了 我只要给提你一次 你一定要说 出发了 我们才可以出发 你刚刚没说 我们都不走了 这个很好 好 我忘了 后面的小伙伴吗 出发 画이狂风筝 这个风筝 你觉得呢 我跟你们说 没盖章就可以换 盖了章就不可以换 是的 有道理 契约 契约精神 就是这样我们有这样手对手盖章 说过的话要算数就是这样 知道是契约精神 刚才蓝海老师有算表扬吗 就是两个的妈妈 两个见晓得特别气定神仙 很少就面对那么多状况 两位老师还是在旁边就看着 你们倒是很遵守跟节目组的约定 全程不插手 我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犯规 我平常也是这样对我一次 要不然他们哪知道怎么解决 你真的是很严格 这不是严格 你不让你什么都帮他做好 那他不就废了吗 稍微帮我有了 就是帮他那个推一下 但是就是 他们重点就是要看他们怎么解决问题 好多东西 那我来拉那个抽 这是好妆的 这是好妆的 我来 我来 你来 又是你 出发 天天好棒 加油 加油 对手 对手你为什么不带他们走马路 练了 练出场 倒了 别 死大谱 完了 蛋糕完了 还能吃 能吃就行 我把书包也放这里 我把书包 等一下 可以吗 不可以 咱俩换一下吧 你把蛋糕给我 你拿着这个 没事 你把这个给我 你拿着这个吧 好的 我生蛋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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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拿下水壶 我水壶有点粥 哎 哎 队长 浪浪先停一下呀 停一下干什么 休息一下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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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就能吃饭了啊 休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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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could be 不会让你的儿子 被那么重的帮姆 天琪妈妈如果 你让你选的话 你会希望你儿子 担任哪个职务 就我比较不希望她 当小队长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就是 她太擅长了 也不是太 也不是太擅长 就她有一点我不太喜欢 她就她很喜欢表现 我其实 今天一直都在想问蓝海老师 就是她跟我 平常认知不一样 但是其实看到后面 我有点 其实不太不安 我觉得她表现得太好了 就是在别人面前 就是蓝海老师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怕她就是 以后做事情 不是真的心去做 是为了得到表扬 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从我的观察来说 天启一定不是讨好型人格 其实只是你没有观察的 她有的时候是 她比较喜欢 当她出现情绪波动的时候 她会离开一下子的 她不过自己消化的能力 会比较强一些 所以这是好事对吧 是好事 但是我知道妈妈的担心 会担心在这样的一个 家庭环境当中 可能孩子不能够 完全地表达 她自己内心当中 真实的想法 这个是你的担心 对 我特别担心这一点 我的妈呀 啥时候能到呀 队长 我们走那里的十条路 真的有走一条路吗 你们都把书包留给她 然后你们都不帮忙啊 你们都不帮忙 我拿这个 我拿这个 那么小啊 你看她 你看天天一个人 我怎么在天天 天天鼓掌 真的天天太棒了 能这样吗 我不管你们 我火尽开,"柠檬 那你去烹补吧 "? 天天天有关 哎哟 哎呦 哎呦 哎呀 哎呦 哎呀 过来 呦 我让 啊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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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队长 帮个忙了 队长 还是我来的吧 来 出发 出发 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你拿一个包包起来 他可能就拎得起来了 哇 天呐 哇 天呐 真男人 那我还来一个背包 不行 加油 加油 快来帮忙 你们想干得这么快 你们给我发战 没看到我在吐口罩 没看到我在吐口罩 这很像队长了 我觉得真的好承诺 来 一人拉一边吧 一人拉一边 来 好 一二 到这儿 出发 下面这有一把 天呐 天呐 龙哥 太沉了现在 你拿一个包就行 小野你能背一个包吗 可不可以试试看 你拿一个 可以吗 好的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我能拿到 谢谢 又在这儿了 上面这段我建议我们给天天抱一热烈的掌声 天天很棒 没有人让她承担这个责任 她自己把所有东西拿过来 而且 大家注意 她她整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怨言 可能中间想抱怨一下 但是她很顾全大局 比如中途 天天说 能不能停一下呀 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手都已经搁得我手已经出来了 勒得手 勒得手特别的难受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不把蛋糕放在车上去呢 因为我怕蛋糕再坏了 所以宁可拎着它也不搁到车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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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回来有跟你抱怨过吗 没有 就一路没有跟你说过这儿的辛苦什么的 她只有在今天早上 有人就问她说你就是这几天哪天最累 她说春友那天最累 对 肯定是累的不行了 她以前是一个很喜欢抱怨的孩子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太热呀 或者太累太急 她都会说 就是我不太喜欢男孩子很喜欢抱怨 对呀她没有抱怨过 她真的就是我觉得比她以前要做的好很多很多 但是尽管我非常仔细的在追随这一段视频 给我提供的所有的信息 我仍然没搞清楚很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有一个吃饭委员 原本拎着筐背着包 到最后怎么手里就剩个饭盒了呢 她的那个垫子怎么也跑到了卓哥的身上呢 那个垫子不是哪个人必须拿的 那个可以轮流拿 关键是我没同意 我没想拿 你为什么就扔把垫子扔给我就跑了 她要是不扔给你跑了 等你反应过来 她不就换不过去了吗 但是尽管知道上当了 为什么你不说拿回去 因为我从来不敢高装 我从来不敢高小朋友装自然我也行 我习惯了不高别人的床 只有被比极了才会高一些小床 卓哥特别天使的性格 如果那个垫子到最后你实在拿不动了 你会怎么办 我就会缓回去 卓哥卓哥也很棒 对卓哥跟天天就是 他们俩人都属于是那种平时化 不是那种很主动表现的 但是会去承担的 我们当发现孩子会逃避责任的时候 我们要立刻告诉他 不行 这是你需要去做的 当孩子没有做好的时候 父母对他过于地去评价那个结果 孩子就会很害怕 就说对承担 所以人都有找台积的本能 所以父母应该先肯定说 OK 你承认了 你没有做好 这个是值得鼓励的 我们再来看有什么样的原因 我问你啊 天天 如果咱们再来一次 今天我萨老师再带你们 到原地再去春游一次 你还会这样帮大家吗 这么累 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 我们是一个集体 好 小庆 我再问你 同样的问题啊 你真的认真想好再回答我 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我们重来一次 你还会选吃饭委员吗 我不喜欢了 不喜欢了 所以我觉得小庆 你跟天天年龄差不多大 但是天天对于集体 这个概念的认识 可能比你要更深一些 但是没关系 我很赞赏你的就是 在这个环节 你能够很坦诚地告诉我们 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就是我真的不喜欢这份工作 我觉得你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比你说内心不愿意 但是嘴上还说 没关系 我可以做 可是最后做不到 如果你答应了别人 那就一定要做到 这就是作为我们小朋友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感 我们今天在聊到说 如何履行孩子的这个责任 第一步 当孩子真的选择了这个角色去做 而且我们判断他是能做的时候 在过程当中 一定要不断地给他要求 对 给他支持 让他能做到 那么第二 就是当孩子真的没有做到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明确地告诉他 让他明白 你说的你就要做 没有任何的可以逃避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非常坚决的 第三呢 就是当孩子完成的时候 真的是要给他们鼓掌 像天天啊 像那个卓哥 做的就是很好 让孩子知道 原来履行责任和没有履行责任 还是有区别的 否则孩子们就会说 你看他也一样 所以这种区别对待 其实是真正的公平 嗯 错啊 蛋糕都被你搞烂了 你 你老喊什么呢 爬烂呗 我太喜欢吃蛋糕了 我真的被你搞翻了 要不你拿 好啊 拿你就不翻 那你啊 给你啊 我不拿 你不拿是吧 真的被你翻过来了 我让他拿 让他检查 真的被你搞翻了 我没骗你 什么事都乱我 哪 什么事都怪你 是你 你一直都在拿这个呀 是马上知道了 我得快 快冲过去 先别吃 先没让拿出来的 你一个人全给吃了 我哪全吃了 都翻过来了 我吃个草莓 不行 你 老师 三桌 提前吃了 高脚 你看 而且他会说 生恩浊全民 你知道吗 这小孩叫全民 会是很重视这件事吗 很严重的是 嗯 我只吃了个草莓 哪吃 那把我们的食物 都给弄脏了 哪 我就吃个草莓 那都给你翻了嘛 那那个你给我 别管解释咯 我就吃了个草莓 那也不行 好 好了我们 终于到了我们的营地了 感恩 感恩 现在呢 现在呢 先把东西检查好 带来的东西带好没有 我的都带好了 这是我的 带好了 谁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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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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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有呢 我可以吃吗 要问队长啊 可以吃了 太好了 龙哥 龙哥一不好意思说不能吃 我给你 我突然想吃蛋糕 可以把蛋糕给我看一下吗 蛋糕是什么样子吗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 你倒过来了 摔成粑粑了 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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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掉了 蛋糕都被你搞烂了 不要不你了 好啊 拿你就不翻 真的被你翻过来了 我突出的时候 就突一下翻了蛋糕在上面 所以会成这样子的 哦 蛋糕是吃饭为人的事 是不是 其实跟天天也没有关系吧 那个就是我想帮她 然后那个我给弄翻了 那为什么你会帮她的 那个蛋糕应该在你手上的 那个不是说互相帮助 我嫌的我这个太多了东西 你把这个给我 我拿这个 那么小啊 你看她 我忘记让你找坏就行了 亮姐是故意想让大家来面对蛋糕这个问题 才提出要吃是不是 如果你从头到尾看到那个蛋糕的那个 那个躁郁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想看一下它到底还在不在 对吧 但责任方大家都有责任 其实当在这样的集体活动当中 我们一定要和孩子一起去分析原因 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我们就会很清楚 作为队长 他没有在过程当中提醒所有的人 要照顾好那个蛋糕 队长是没有领导责任的 所以我们就会说 龙龙如果你是队长 在他们运蛋糕的时候 你发现了问题 你要及时叫停 大家都停下来 讨论一下蛋糕问题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得给龙龙一些建议 食物委员在过程当中 不断地让这个蛋糕夹解于别人 它是要负直接责任的 没有出现什么特殊的事 这个蛋糕是不能离你的手的 你要负最大的责任 如果你实在拿不了了 你要问队长你可不可以换 答应和他去换东西的那个小朋友 你是否意识到你接过这个蛋糕 你对他要承担的责任 但天天是第一时间 来承担自己责任的那个人 我道歉 对 所以在这件事情大家都有错 但是承担责任的 敢站出来说的是谁 是天天 因为他们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应该给他们鼓掌 我接下来给你们看一段视频 根据你们的判断 根据你们之前的知识 你告诉我们 接下来的视频展现的是什么 修训员 警察 解放军 所以刚才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人 就只看到了消防员 消防员 你看到消防员了对不对 很勇敢 消防员非常勇敢 平时一般人看到着火了会怎么办 啊 惊慌 如果火在那个地方烧着 一般我们是绝对不会往里冲的对不对 对 因为会烧伤自己 但是为什么你们看到消防员要冲进去呢 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 职责 而且他们也有责任感 宁可自己受伤都要保护人民 消防员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 他们身上有专门的消防服 所以他们是有专门的装备保护他们 但是仍然非常危险 因为你们知道在很多这个火灾的现场 可能会有什么呀 压 炸烂 会有爆炸 所以消防员的危险可想而知 消防员为什么要冲进去 因为要救火 他不救可不可以呢 不救不行 不救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你作为一个消防员 因为你作为一个消防员 这就是你的责任 这就是你的责任 后面这些是什么人 解放接着是 解放接着是 他们在干嘛 站着 为什么他们的帽子上 口罩上全都接了冰下了雪 但他们不动 如果换作你 你在那能站多久 只能这样半个小时了 你太乐观了 跟他们的责任比一比 你们觉得现在你们回头再想 背个包 难不难 不难 拉个车 难不难 不难 难 难 别说难 有一些责任 可能不像我们去春游 背个包或者拉个车 如果别人去帮你拉 你顶多别人会说你没有尽到责任 但是有一些工作的责任 很大 很大 很重 你必须尽到责任 那个是没有商量的 接下来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觉得平时爸爸妈妈在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我知道 卓哥 你觉得你爸爸的责任是什么 管理好家 上班 那你妈妈呢 妈妈 上班 打扫卫生 不不不打扫卫生 是我们不愿意干它才能干的 上班和做饭 然后在大家不愿意干的时候 妈妈还要打扫卫生 你爸爸在家地位好高 你的责任呢 身有二元 管弟弟 管弟弟 你在家里也地位提升了不少 他很懂 所以你们在生活中 就认为什么是责任感的 说到做到 我觉得就很简单 譬如自己贪玩很晚睡 然后第二天 比如说答应了 他七点去哪里哪里玩 我跟你讲那个真的 死都要爬起来 如果你答应过我的 对吧 就那种真的 怎么样你们都得起来 去做那个事情 虽然你后悔极了 我为什么昨天晚上要答应 那必须得做到 这就是妈妈 对 所以父母不要轻易地给孩子 做一些那种承诺 真好 对 挖的任何一个坑 你只要说了 你就要去做 所以千万不要允诺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 我这一个月做这样的妈妈 你干什么了 妈妈你来接我 好 妈妈明下班就来接你 加班 又不能去 妈妈你送我 我要迟到了 又不能去送 所以有时候要这样尽量 不要给她一个完成的那个承诺 你会为此跟她道歉吗 会 我说妈妈对不起 妈妈下次会注意 上班的妈妈 其实有很多就是心有余力不足 对 上一期录完 出动也挺大的 我晚上就关了灯之后 我就一个人在飞机上默默地流眼泪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那种妈妈 我也是像她一样 万事万物都想做得最好 给她最好的 尽自己的能力 给她吃的喝的用的陪她 都是最好的 但是说实在的经历上真的顾不过来 现在两个妈妈看起来就是 她们把太多妈妈的责任扛在肩上了 从而其实给自己造成了太多的压力 从一开始龙龙妈妈坐在这里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 对 她会怕所有的人去评价龙哥 其实当你不愿意去承认 或者说看到龙哥的一些不足的时候 其实代表你的内心没有那么强的 有时候我们必须得要放下 对 我觉得她一直在绷着 我希望她有担当 我希望她很强壮 我希望她内心很大 但是这种东西都是需要时间去陪伴她 对 我觉得其实你可能现在有一些自责在里面 但是通过这个节目 通过她的那个表现我也可以看出来 平时推她的那种 教育这块还是有短板的 还是有做得不足的地方的 所以做家长真的是一个不断地学习成长的一个课堂 真的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做爸爸妈妈 你们两人有一个共性 你们都在用孩子的表现来评价你们自己 其实不要这样了 你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你首先是一个人 然后才是别人的妈妈 任何孩子的 他们是你们的一个教育的成果 但他并不能够通过他来给你打分 因为这是一个合作的一个过程 家里还有爸爸还有所有的人 然后健康是最重要的 你只有接纳了你自己才有可能进步 我们真的不需要去标榜完美的妈妈 我觉得还是做真实的妈妈比完美更重要 你们自己大家觉得你们对自己的职位 有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啊 你确定 你确定做好队长了吗 我觉得有进步的空间 就是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做时 小队长你会做得更好吗 亲爱的小信哥 你觉得食物委员有没有做好 做好了那个我那个发蛋糕 然后蛋糕烂了我还给大家赔礼了 好 那那个卫生卫生委员 你觉得你做的怎么样 你觉得你做的不错是吧 还有我们的安全委员 安全委员 你有没有做好啊 他做好了 每次在每个小朋友睡到的时候 他都会去看有没有受伤 游戏委员 游戏委员今天好像帮了挺多忙 对 帮了大家把这个垫子 食物都搬上这个草地上的 是吧 那我们给那个游戏委员鼓掌好不好 好 那游戏委员你觉得我们要不要做一些热身呢 现在开始玩游戏 我觉得玩一个叫保护妹妹的好不好 好 我们不会输的 我们一定会赢的 你们要好好的 保护妹妹 宁老师我们要好好的 打妹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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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打不到了 放着一个墙 哇龙哥还把手捂住头 嘿 呀 这是跑的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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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动作我们跟你做 我先来我先来 看我来个金鸡独立 哈 看谁比较久啊 你觉得这两个妈妈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在做老师这个身份的时候做得特别好 有几点是值得所有的人去学习的 一开始他们在宣布规则的时候 他们会给孩子一些示范 这个是重要的 然后在过程当中呢 让孩子们充分地去暴露他们的问题 最后的那个评价的点先询问孩子们 你们觉得自己做得怎么样 最后给了孩子一个评价 而且是分孩子去做的 这样的话 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自己的一言一行 是在被观察到 是在被别人也在关注他们 这是做得特别好的地方 如果在生活当中他们是这样的妈妈 那真的还是蛮厉害的 那我相信他们是真实流露的 一定是生活中有怎么样的 只是我们的小朋友比较惨 五个我们可以分散看 只有一个我们订阅他 在今天春游结束以后 我给你们每个人一个机会 向别人说一声对不起 自己在春游中 有没有哪一件事情 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然后你要向谁说一声对不起 那个跟卓哥说一声对不起 为什么跟卓哥说对不起 当时那个我一激动对他太凶了 没关系 而且我觉得 你当时把垫子交给卓哥的时候 卓哥可能自己本身也不愿意拿 但是你没有征得他的同意 直接就扔给他了 所以对于卓哥来讲 可能他也帮了你一个忙 谢谢谢谢你 谢谢谢谢你 为什么 他跟我拿了手包 没关系 今天我们的体验到这里 就快要结束了 最后每个人都大声的告诉我 如果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从小庆开始 以后有事情都不要往别人身上托 有责任都要会分担或者承担 好 如果大家愿意帮你分担责任 自然他们会告诉你 好不好 好 希望小庆能够继续加油 你呢 小队长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他认为自己要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要知道 是吧 你要通过学习 让自己知道更多 知道了更多 你就能更好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好吗 来 田田 我觉得在别人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 而且要先做好你的事情才能去帮助别人 说得好 做不到就不要随便答应别人 因为你没有答应别人 所以你没做到别人也不会怪你 最后 卓哥 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 诚实 你已经很诚实了 你下一步除了诚实 还有什么需要去做的 小赛老 不知道 控制住自己对蛋糕的欲望 对 如果大家都还没吃的时候 自己先控制一下 等小朋友们一块吃的时候 大家分享都开心 对不对 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陪伴着孩子们又经历了这样一次特别的体验 我相信孩子们的责任感一定是从小建立的 但是 光靠他们自己肯定不行 我们这些成年人 要帮助他们认清楚自己人生道路上 必须承担的那些责任 祝愿这些孩子们都能成为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小男子汉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一期童言有记再见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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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感的培养并不是一出而就的 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们在不断地体会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但是对于成长当中的孩子来说 责任这个词太抽象 嗯 我们需要把它具体到每一个行为 让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和责任 这两个词的关系 对 但是在这个的背后是父母需要花心思 因为我们需要把抽象的事情变成具体的事儿 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变得很有责任感 这里是由优良DHA让成长惊喜不断地美丹成博瑞独家冠名播出的 我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家长和我们坚系老师和专家的分享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勇敢有担当做一个有责任的好孩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 那就是当他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在一块儿就会 是双刀太棒 一二一二 好了 一二 今天你们俩要做一个临时的好兄弟 如果是好朋友的话 要不顾一切去救 那兄弟呢 那更不顾一切 对 我来帮你妹妹 好嘞 来 来给你吃一口 啊 哥哥我想跟你一点 哈 我 我 你先别画呢 那我还不想画呢 我 不听人画 我不会听任何人意见 没想到你跟你哥哥的关系紧张到这个地方 好疼啊 这里块头是汤的 哪里不舒服 还是这里对吧 等一下我还 怎么办 哥哥 爸 你独一年级还跟我玩吗 弟弟在期盼着哥哥去看他 哥哥完全不管弟弟啊 这卓哥现在还不太明确 他对弟弟的重要性 因为有磕碰啊 有珍宠啊 要抢夺资源啊 生活会发生变化 啊 啊 帮助小朋友 帮助小朋友 要爱护神明 这个就叫责任 你只要带上他 这个责任就属于你了 我 现在 最主要的责任就是 学习 作为一个小朋友 应该孝顺 想听话 要管理好自己 然后呢 邀请爸爸妈妈的话 我觉得小队长做得好 今天小队长帮我拿出包 我觉得小妹妹今天做得最好 她帮大家收拾了垃圾 就是那个小妹妹 因为那个她帮我们收拾了垃圾 我觉得最负责任的是我自己 因为老实说我是最负责任的 我觉得自己表现也不太好 我觉得弄好了 因为我那个蛋糕弄坏了嘛 所以呢 我那个给大家做赔礼了 今天我一个人帮大家收了这篇子 所以我觉得我的小妹妹 她都很好 谢谢凤凰网娱乐 人民网娱乐 中国网娱乐 环球网娱乐 北京网 中华网 红网 亚洲娱乐网 中国娱乐网 国际在线 千龙网 北方网 东方娱乐网 热点文语 焦点娱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蜘蛛